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在前四上课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分析过 在左边有这样一些大分类 这都是大分类对吧 大分类对应的下面都是小分类 我们要请求的是每本书 我们最初获取到的数据是书 这个书的数据里面 信息里面就包含当前这本书 它所属于的大分类 以及所属于小分类的信息 所以说我们最开始 这个程序的入口应该是先获取到的大分类 然后获取大分类下面每个小分类 那获取到这个小分类之后呢 我们请求它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就能够来到这样一个小分类列表页 在小分类列表页 我们拿这些数据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图片呀 名字呀出版社呀作者呀简介对不对 然后呢 拿到之后呢 我们还要再进去 这个图书的详期里面去拿价格 对不对 在这中间呢 有这样一个价格 这样一个数据在这个地方 1.99对吧 我们要把它拿到 我们要拿到一共是这些数据 那么首先我们从这个首页开始 这个style URL地址开始 那么我们决定它能否成为我们的style URL地址 是根据它里面的响应 是否包含了有我们想要的数据 那么此时此刻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数据就是所谓的大分类小分类的数据 对吧 那所以我们得判断 当前这个UL地址对于响应里面 是否有大分类小分类的数据 那怎么看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最简单的在这搜 对吧 我们搜一下这个文学小说 我们发现是文学小说几个字的 对不对 我们展开它 展开它 在这个文学小分类下面 确实是有小说传记文学 小说传记文学是有的 对不对 然后他们都在这样一个 各自在这样一个DIV里面 对不对 这个DIV大分类 这个DIV小分类 然后它都在一个逆标签 逆标签都在一个UR class.urwab下面 对不对 那对于在Elements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 我们搜一下 URWab是不是在这 然后也是一对逆标签 对不对 然后逆标签呢 也好像有两个DIV 确实和我们的Elements 想的内容一模一样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想要的 大分类小分类信息是在的 而且和Elements一样 所以这一部分内容呢 我们可以根据Elements 来写我们的chamers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相当于 先按照大分类进行分组 对不对 大分类在这个DIV标签下面 也就是我们可以按照 DIV标签进行分组 那么分完组之后呢 再会先会去大分类 大分类会完了 会去小分类的信息 那么小分类这里有三个 对吧 每个小分类上面 所有数据我们都在抓一遍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要按A标签 再来分组一次 对不对 这地方能理解吗 那么我们可以新建一个项目 来获取一下大分类小分类 scruby startproject 然后呢 加上我们的这样一个项目名 项目名呢 我们就叫它book 那私立到book里面去 然后scruby 进spider 放进一个partum 进spider 然后呢 我们加上这样一个苏名 苏名 苏名.com spider 对吧 创建好项目之后呢 我们的项目就在这个位置 然后对应的话呢 我们把我们的start的URL地址呢 修改了 确实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做我们startURL地址 对吧 拿过去放在这里 那么它的响应呢 就是parts函数这个地方的response 对不对 首先我们要汇取大分类 首先第一步 大分类 分组对吧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力标签呢 进行分组了对不对 每个力标签代表一个大分类对吧 那它是在这个URLclass等于URLWAB下面 那List 等于什么呢 response.xbus对吧 就-URL artclass等于它 对不对 下面力标签 是不是 写上之后呢 我们要变定它 forNiNiList 这时候呢 每个力呢 就是这里的这样一个力 对不对 我们要汇取下面大分类 大分类在这个 这里对不对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定一个字典 就是item的一个字典 然后我们当然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先去定一个item scruby field 然后去写也可以的 那如果 我们直接定一个字典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地方 它是在第一个DIV下面的A标签下面的文本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内容呀 那么这就是 我们取个名叫 BigCategory 叫BigCard 对于NiL.xbus 当前节点下的DIV1 当前节点下是不是有两个DIV呀 这是一个逆标签下面两个DIV 对不对 DIV1 然后下面的A标签 对不对 A标签下面的这样一个文本 TLT 对不对 我们拿到之后呢 一个trout first 是不是这样就好了呀 FLST 拿到这样一个大分类之后呢 我们还要获取小分类 那小分类在哪呢 小分类在这样一个位置 A标签里面 第二个DIV的A标签里面 对不对 写下注释 这是小分类分子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可以写个anist anist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当前这个need xbus 就是当前节点下 DIV2下面的A标签 对不对 那所以说 for A in anist 变定它的时候呢 其实是取到其中的每一个 A标签的 就是取到其中的每一个小分类的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小分类的 就叫small cut 它对于什么呢 当前的A标签的xbus什么样 当前节点下的adherf是不是就是呀 是不是adherf就是呀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点extract first first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再去获取一下这个herf 对不对 这个写错了 这个地方herf 然后呢我们再去获取它的名字 就小分类的名字 这个地方是text 对吧 text就拿到了extract first 就取到里面内容了 对不对 那取到里面内容之后呢 那现在我们应该去请求了 对吧 请求小分类的地址 请求小分类的地址之前呢 我们再判断一下小分类的地址 有没有对吧 它有可能为nan值 因为我们用的是extract first 对不对 所以再判断一下 if item sherf is not done 那么 我们应该购到请求了 当然购到请求之前 这个小分类的优点地址 还是不完整的 有注意到吧 是不是不完整呀 它少些数据 少什么数据呢 少外部 前面那一段 对不对 就是对应在这个地方 前面这一段 对吧 我们把它复制过去 然后粘贴在这里 它等于什么呢 加上 它自己 对不对 是不是加上它自己啊 加上它之后呢 我们构造请求了 yout scrappy 叫dash的rrequest 然后urge传过去 urge呢 就是它 对不对 urge传过去之后呢 我们再给它传一个 callback 对吧 那callback传什么呢 是不是列表页 我们得以一个方法去解析啊 这是列表的urge 列表的第一页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叫 self的parsebooklist 这样的方法 那么还需要传个meta 对吧 那meta呢 是一个字典 对不对 我们把我们的item传进去 对吧 item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呀 可以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定一个什么 parsebooklist 这样的方法 对不对 然后response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首先接收一下这个item 就是response 叫meta 然后呢 其中的item 是不是取到了呀 那取到之后呢 相当于我们已经来到这个页面 对不对 是不是来这个页面的呀 那在这个页面 我们也是一样 得判断当前这些数据 在不在我们这个urge的响应里面 如果不在的话呢 我们得考虑 我们的请求 就不应该去发送这个urge的请求 而应该发送另外一个urge的请求 对吧 你们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来 这些书呢 确实也是在每个逆标签里面 是不是 这是一个逆标签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呀 这也是一个对不对 所以它在哪呢 它的urclass 肯定是fix 对不对 肯定是fix 这个东西 大家都知道是干什么的吗 学了前端 应该知道这个内是干什么的 对不对 它是来清除这个一些样式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它的话 可能不是特别合适 因为有可能 它不是唯一的 所以我们索性往上找一几 找这一几 对吧 它这里有个class 对不对 我们去搜一下它 在urge的对着想法里面 我们发现了 这里居然是有这样的div的 对不对 这个div下面也是有ul的对吧 这个ul下面也是有利标签 这个利标签好像从这里开始 到这里结束 看见到吗 然后中间有些什么数据呢 比如说 最开始这个 苏德梦 名字是不是有的呀 作者是不是也有呀 然后出版社是不是也有啊 简介是不是也有啊 还有在这本书的 名字的这个地方 书的名字这个地方 这个书的地址是不是也有呀 看到吗 这估计是书的地址 因为它里面包含书的名字嘛 这肯定是书的地址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想要的这些书呢 好像看起来都是有的 对吧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根据当前的这个内容呢 去写我们XBus了 但是呢 我们还得确定 Elements内容和它是不是一样呢 如果一样的话 我们还可以参考Elements 去写XBus 对不对 那当然大家觉得 这个Network这个地方 不好看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Elements 我们看一下 首先还有个图片 对吧 图片就是在这个DIV的 BookIMG下面 这里是不是有个BookIMG啊 下面是个A标签 对不对 A标签下面有个SRC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BookIMG A标签SRC 是不是就有的呀 这个地方 然后下面还有这个 出版名字 在BookTitle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BookTitle 是不是就在下面呀 一样的哈 大致看上去 好像和我们Elements 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Elements呢 来写我们这样一个XBus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首先也是一样的分组 对不对 那分组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先定位到 这个立标签 对吧 那这个地方写一下 这是图书列表页分组 那首先INIST 对吧 等于什么呢 等于Response的XBus 那么-div add class 对于他 对不对 我把什么站过来的 对于他 对不对 他下面的这样一个 Ul下面的Need 对不对 是不是就定位到这些 立标签那样 分组之后 我们应该编定他 对不对 取其中每一本书 进行操作 forININIST 对吧 然后对于 每个Need呢 我们应该做事情的 首先这个地方是 比如说我们要 获取BookLame 对吧 对Need.XBus 就当前几点一下子 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Need在哪呢 Need是不是有个 叫做BugTitle了呀 那么直接取BugTitle 下面的A标签的HRF 对不对 就--div 然后呢 add class 对于 等于这样一个BugTitle 对不对 然后呢 它下面的什么呢 A标签 是吧 add title 是不是取到了呀 是不是title呀 或者说Jatext 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都是一样 那么这个地方 就extract first 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还要 会什么呢 叫BookIMG 图片 对Need.XBus 也是一样 当前节点一下 图片在哪呢 在这样一个IMG里面 对不对 它是在哪呢 它是在BookIMG下面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就是--div add class 等于它 下面的--img 下面就一个IMG 对不对 所以我们直接取--img了 所以它下面的 add src 这样刷的first 然后之后呢 我们再去获取一下 这个书的作者的名字 对吧 它作的名字呢 在这个位置 在book.author这个位置 对不对 它的位置呢 是在这个下面 一个A标签里面包围的 对吧 那所以说呢 在这个地方 book.author 等于 d.xpass 刚解释一下 刚刚div add class 等于它 下面的 有一个A标签 对吧 A标签呢 下面有个text 第2extract first 然后呢 比如说 还有出版社 出版社呢 在book.publish里面 对不对 所以和之前内容是一样的 我们稍微改一下 book.press 然后呢 我们只用把这个类改来就好了 其他东西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改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再去获取一下简介 那简介呢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简介我要怎么取啊 我直接取这个class 等于它下面 这个div class 等于它下面的taps 能取到简介两个字吗 div class 等于它下面的taps 能取到简介两个字吗 谁说可以啊 这可以吗 简介两个字能拿到吗 大家可以自己试嘛 对不对 div class 等于它下面的taps 能取到简介两个字吗 刚刚taps 才可以取到简介两个字 对不对 刚taps 是取不到简介两个字的 bookdsc 然后呢 等于need.xpass 就是当前 接了一下 刚刚div 然后呢 add class 等于它 下面的taps 我们就不要简介两个字 对不对 extract first frst 然后之后呢 当前这个阴面上数据 是不是都拿到了呀 拿到之后 我们是不是得进去详细眼里面 对不对 那详细眼里面 我们还得干什么呀 获取一下book的herf 对不对 对于d.xpass bookherf在哪呢 是不是在图书名字 那个地方 一标签里面啊 booktitle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booktitle 就是bookname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复制过去 它是atherf 对不对 这个图书的地址 是不是完整的呀 是不是在这完整的呀 那么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是完整的呀 所以我们直接不用做任何操作 然后呢 接下来就够到请求 就完事了 那么就yield scrappy 叫dashrrequest 然后我们把这样一个 url传进去 就是item的bookherf传进去 传进去之后呢 再传什么呢 再传我们的这样一个call bug 对不对 call bug对于什么呢 我们定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专门干什么呀 parse book detail 对不对 或处理图书详情页 对吧 是不是还要传meta呀 meta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这个 item传进去 是不是就这样子写呀 那写完之后呢 定一个函数叫parse book detail 对不对 然后把response传过来 那这个response呢 就是当前这个图书的 ur记者的响应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提取这个价格了 那价格在哪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里是不是1.99呀 那1.99找到了吗 在哪个地方呀 比如说 这个地方我们先刷新一遍哈 看一下腰记 对那响应是什么样子 这网站是贵了 这网站是贵了 我先刷新一遍哈 我先刷新一遍哈 嗯 这网站怎么回事呢 给不动了走 我电脑太卡了 他不出来了价格 不知道我在抓他 你这不出来 凌晨期退了啊 不看他了 他还退出来了我怕 我们重新来运啊 一会儿 一会儿 tired 在发现这个bug了吗 不能往下翻 我一往下翻它就没了 对吧 这个地方往下翻它也是没有了 我们看一下 幼儿端的响应有没有数据 难道是上期的学生 在不停的爬这个网站爬崩了 有可能对完 因为上母给之前学生讲的 这个19期的讲这个练习嘛 对不对 下午大家再来的时候呢 估计这边网站就崩了 对吧 我应该把带领加上 对不对 讲带领之后呢 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加上带领之后就好了 会是网速的原因对吧 4.99 在幼儿这里对决想里面有没有呢 大家搜过吗 搜过有没有 有的是吧 是不是就在这 是不是就在这有4.99 看见价格吗 那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一本书对不对 还不能确定 那我们再去找一本书 来搜一下 这是1.99 对不对 我们搜一下 1.99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也在这个位置呀 所以幼儿就是对决想里面 是有我们想的价格的 比如说这里是1.99 这地方还有一个BP P Price 对不对 等于35对吧 这是原价 对不对 限价原价都有 对吧 那比如说还有isbn 这些数据都是有的 对不对 比如说还有什么呢 还有 一些其他的字段 这个什么id 好像我们也不感兴趣 也不想要 对不对 但是现在价格是在里面 对不对 价格在里面的话 我们就使用 正责把它提取出来 对不对 impro的R1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把Meta接收一下 Item等于Response 第二 Meta 然后呢 把Item取出来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添加一个键 叫Book Price Response叫Xbus 然后呢 写错了 就使用正责了 现在对不对 R1 Final 然后呢 在里面 我们使用 Response 要从Response的 响应的Item字幕串 获取 响应的Item字幕串怎么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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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是得判断一下 当它里面数据没有的时候呢 所以有的时候 取定0个 那if它的长度呢 大于你的时候 才取定0个 Ils呢 存单值 对不对 现在我们的价格 是不是拿到了呀 拿到 能看明白吗 这个地方 外边使用的双引号 里面也有双引号 就要转移一下 对里面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想要的那一部分呢 使用Quart 扩起来 点击文号 就能取到了 然后取来听一个 就是了 然后在这地方 我们先来print一下这个Item 然后在这个地方 setting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来设计一下 Nognever 等于Warning Ing 然后我们把这个UserAgent给它加上 UserAgent在这个地方来 加过来之后呢 我们来跑一下 成绩看一下结果 是不是有数据的 除了什么呢 BookImg 这个地方为Nan值 对不对 是不是BookImg为Nan值呀 为什么这个地方 BookImg为Nan值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小分子呢 是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我们去这个小分子里面 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地方 BookImg为Nan值 然后呢 就是 这个张晏宁编著的 这样一个摩根成长日记 对不对 我问成长日记在哪呢 搜一下 没有这本书对吧 为什么又没有这本书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分类里面 这BookImg里面呢 是有这个curve对不对 那Urg对象里面 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 那我们搜一个 比如说搜一下自己理财这本书 自己理财 看起来的吗 图片在哪啊 这是什么呀 src2并不是src对不对 那我们刚刚看到 不是有的地方是src吗 为什么有的地方又是src2 有的地方是src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边该怎么办呀 该怎么办呀 是不是要判断呀 衣服它为难值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如果它为难 我们应该再去重新的 获取一遍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 后路方式呢 在这里 写上竖线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呀 那通过这样一个判断之后呢 我们肯定图片就有了 对不对 那重新跑一遍 那刚刚大家跑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什么问题啊 好多重复了 对不对 是不是重复的呀 来看一下这些内容 是不是都是重复的呀 主要价格不一样之外 比如说价格没有重复之外 比如说这个 这个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呀 那这时候就问题来了 为什么它是重复了呢 为什么会重复呢 思考一下 在当前这个文件里面 哪个地方会导致它有重复呀 能看出来吗 大家可以先想一下 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 我们下节课的时候呢 我们正在讲 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重复 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重复 大家下个休息什么东西 我们下节目还可以看finder 我现在对重复的 来看看 这么多了 我们下载的 为何 我们下车的 就是